好 那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 那这道题呢 这里有个硬币绕着这个正方形内转动 它说呢 全部转完之后绕一圈 好 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什么叫绕一圈 目前呢 我们如果把它定一个方向 对哦 我们呢 一开始往前转 就是往前转之后呢 这个呢 其实会往右绕 好 那如果你刚好四次要绕一圈呢 其实就是我待会往前转之后呢 我这个上方呢 其实就要变成这边 好 那再往这边再走一次 它才会这个朝这边 好 那这边再做一次朝这边 接着呢 再绕一次呢 才会朝上 好 所以关键就是呢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点绕到这边 所以关键呢 就是这里往前绕的时候 它跑到这里 好 那跑到这里呢 表示怎样 表示这一段 其实对应到的呢 就是这一个长度 好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分析出来 对 这个硬币呢 它现在这个半径是一 那四分之一圆轴就是二分之π 好 那这里是一 这里也是一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这正方形的边长 是二加二分之π 好 那关键就是要分析一下 圆滚动的这个情况 好专门 感谢观看